Hello大家好,我是哲哥 四年前,三名伦敦帝国学院的学生 为了解决饮料瓶子污染的问题 发明了一种可食用的水球 从而代替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饮料瓶子 知道这种可食用水球需要两种化学物质 海藻酸钠,氯化钙 大家都知道哲哥在做任何跟比例有关系的视频 都会翻车 所以哲哥也请看到这期视频的小伙伴们 给哲哥点个赞,鼓励一下 首先我们先加入五百克的水 然后我们加入五克的海藻酸钠 里边还有一个小蛋 看来这个海藻酸钠不是很好轮解 上工具 为了本次实验不翻车 我决定冲了来五百克水 五克海藻酸钠 这个海藻酸钠非常不好溶解 可能要缴一段时间 海藻酸钠已经搅得差不多 但是里边还有泡 我们先让它沉淀一下 再来一个碗 倒入一片矿泉水 加入15克氯化钙 翻到这个碗里 搅拌一下让它充分融化 这个海藻酸钠融化完以后已经不是水了 有一点胶状的感觉 还是那句话 有点像鼻涕 没有味道就是比较粘稠 刚入口有一点点甜 然后就是一股咸味 再然后就是你舌舌带来的麻 现在就让我们做水桥 先换一勺这个海藻酸钠的溶液 然后放到这个绿化钙溶液里 轻轻的抖一抖 已经成形了 看到了吗 我这个做的还挺漂亮啊 上实用色素 加入一点实用色素 搅一搅 放到这里 轻轻的抖就可以了 哇 成形了 成形了 刚才那个透明的可能看不清啊 现在我们放了一点实用色素 因为还有五种颜色 所以我决定一个颜色做一种 开始 看我做出来 1234567 算上透明的一共七种颜色 然后让我最后再做一个大一点的 最好能是五彩的 拿一个这个大根的碗试试 然后把实用色素呢 滴在这个碗中不同的角落 就是这个效果 这个碳酸钙的溶液比较少了 往上浇一下 让我们抖一抖 我感觉可以啊 成功了 好了 现在让我们尝一尝它的味道 哇 它这个皮好厚啊 就是水的味道 但是它非常非常的粘稠 有一点像鼻涕 入嘴之后这个水的口感 有点像我们吃的藕粉 再来一个黄色的试试 哇 这个皮咬的时候 外皮非常非常的咸 非常非常粘头 不像是在喝水感觉 你走到哪里都可以不用带水壶 或者是带水瓶 只需要拿出事先做好了这些水球 轻轻的一咬就可以喝了 而这些水球的皮会在四到六周后 慢慢自行分解 但是这个真的不好喝 拿个瓶子喝水 它不香吗 如果把里边的水换成果汁 或者是别的饮料 我想会大大增加它的口感 虽然这个水口感和味道都不怎么样 但是这个小水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忘记点赞关注还有收藏 拜拜 本次视频总算没有翻车